接下来请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台湾央行20号公布去年第四季本国银行国家风险统计 全体国营对中国铺险续创新高 相当于直接风险的跨国国际债券余额有458.8亿美元 计增高达107.5亿美元 中国成为台湾国营的最大债务国 对台湾风险大增 国际性贫机构标准福尔公司 以西方国家制裁不利经济为由 下修俄罗斯性贫展望 自稳定调降之副相 人民币对美元再度大幅下变 及其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跌破6.20关卡 境内汇价一度触及6.23 创一年来低点 汇价恐已触发金融衍生品巨亏的红线 如果持有这一窝蜂品仓 将给人民币带来刨售压力 美国FECA又称为FECA条款 将在今年7月1号生效 目前已经有25个国家 与美国签订跨政府协议 包括英属维京群岛 英属开曼群岛等8个租税天堂 拥有美国国籍的富人 透过台外第三地避税的难度大增 可能被课重税 新台北的电视整理报道